好我們來看題目 有一個兩杯濃度一樣體積不一樣的酒精 然後做實驗測量跟體積 然後數字漏進了一個想算體積有多少 因為這兩杯的濃度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知道什麼事情 就知道它的密度是一樣 因為密度是一樣 所以就是假的密度會等於乙的密度 做法上你可以先算出假的密度 然後可以等於乙的計算式的乙的 然後去代 也可以寫一個等式 左邊是假密度 以右邊是乙密度 然後要相等然後算出來 這就是所謂的左邊是假密度 右邊是乙密度 然後去計算 然後算出來115答案選B 這叫做代公式求解 代那個D等於V分之間去求解 OK 下一個是兩個鐵塊 也是剛才一樣漏計的體積 因為我們都是鐵塊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我的密度是一樣的 所以又是假的密度等於乙的密度 A的密度等於B的密度 OK 然後就可以算算 這樣就出來了 停車戰界問 這個有 現在應該要換到可愛小男生 是嗎 可愛小男生 5 5 你們班有36嗎 有吧 36 你的答案 C 你答案選的叫做C 請坐 答案選C 剛剛跟你講過了 我都是鐵塊 所以我的密度都怎樣 一樣 都一樣 所以呢 就是A的密度會等於 B的密度 怎麼算密度 體積分之質量 所以呢 就給他寫個等式 左邊等於 右邊 就認真努力算出來 就是50了 OK 好 俠以梯 然後呢 剛才都是球 體積 現在改成球材 質量 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可是想法都 一樣 反正就是兩個同樣的金屬塊 所以兩個密度會一樣 所以算出來 答案就應該要一樣 左邊會等於右邊 B啦B啦B啦 答案就出來了 停車站接問 答案小女生 No.5 P1 你選豬 請坐下 答案是豬嗎 答案 剛剛跟你講過了 觀念都一樣 就叫做 密度相同 怎麼算密度 就是 質量 除以 體積 就左邊等於右邊 A算出來的密度 或等於B算出來的密度 所以呢 答案就會是 豬 這當然也用到所謂的觀念 就是同樣的東西 存物質的密度是一樣 但重點是 代入所謂的計算 計算 很簡單 就直接代公式 B啦B啦就算完了 OK 就是我們講的另外一種的提醒 OK OK